清蒸豉油鱼 大家好,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好吃美味的清蒸鱼 首先将生姜切成片,青葱切断 有两片将和一些切断的青葱作为备用 然后将剩下的姜片和青葱切成丝备用 将鱼切开,放在蒸盘里 然后放两片将和一些切断的青葱在鱼里 之后将蒸锅开热 把鱼放去蒸至8分钟直到鱼熟 鱼熟后取出,将青葱、生姜和鱼水倒掉 之后把备好的姜、青葱丝放在鱼上 热开平底锅,加入一些油直到沸腾 然后平均倒入鱼上 现在倒入一些蒸鱼齿油或生抽在平底锅里 然后加入少许水到沸滚后 将它淋在鱼上,清蒸齿油鱼就做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按下方的小铃铛订阅 点赞、转发、谢谢